堕胎始终是在美国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它不仅仅是牵涉到各州现有的法律 实际上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是 在美国总统任期过程当中所指定的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谁也成为了一个焦点 因为他和堕胎是有关的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正在最高法院所审理的一件 与堕胎有关的案子 我们想要问的是说 这到底是一场法律博弈还是一场政治秀 我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堕胎的问题 因为在Row and Wade过去的法案里面 他说26周之内的堕胎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认为胎儿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命力 但是现在的科学进步了 是还是26个礼拜吗 我想要在这一回最高大法院的媒体焦点人物 Justice Sonia Sotomayor 我想将他言论的误明 不合逻辑 还有他一个缺乏专业身段 以及把最高大法院一个神圣的一个宪法考量 把他降低为政治他的手腕 我想这个拿出来加以评论 不会因为他是最高大法官 我们就认为他都是队人 因为选民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思维跟判断 其实在美国生活久的人就知道 那么我们美国有两大党派 一派是民主党一派是共和党 民主党他们是说 我们维护妇女有堕胎的权利 所以他们是支持权利 Pro-Choice 支持选择 Pro-Choice 那么共和党的话 他们是反对堕胎热爱生命 所以的话他们叫自己是Pro-Life 就是支持生命的 在1973年的时候 美国的最高法院 他曾经通过一个著名的 Roll Godway的这件的案子 就规定了在美国各州的各个州 他在订立堕胎法的时候 需要所遵行的一些原则 那么实际上 在川普在任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来任命最高大法官 结果在他任上 任命了三名的保守派的最高大法官 当时民主党所害怕的就是说 一旦这三人上台过以后 就会推翻1973年的 Roll vs Wade 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然后使得各州对于堕胎的限制 或者是禁止就更严了 我们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 在最高法院里面审理的案子 实际上并不是73年的 Roll vs Wade 是否要把它推倒重来 而是牵涉到在密西西比州 他们推出的一个有关于15周以后 就禁止堕胎的这样的一个案子 因为两派没有办法能够最后达成协议 就一路达到了最高大法院 那么这次的话 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叫做 Dobes vs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那么在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法律总长 叫Scott Stewart他就在星期三的时候 就讲到了说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15周的 这些的胚胎 他们是否是生命 举了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看这些胚胎 他们对于痛 他们是可以有反应的 结果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 就是Sonia Sotomayor 他就反驳了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每一个州都立法说 脑死的人实际上就是死人 这是法定的 但是你去看医学的文献里面 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病例 也就是说那些整个脑死的人 他们仍然会对这些外界的刺激 有反应 他还甚至举了一个百分比 他说有40%的死人 如果你去碰他们的脚的话 那个脚会有反应 那么因此的话 这种由脑死的人 所做出来的自发的反应 你不能够就证明他有生命 他讲的一个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对于痛的反应 不能够当做一个有生命的表征 对不对呢 也许对 也许不对 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并不是说是否就只用这一条 来证明说 腹中的胎儿 他是不是有生命 其实科学在不断的进步 我们本身对于人的脑部的发育 不光是对于痛的反应 更重要是对于其他一些的脑部的活动的这种了解 早在培胎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多的认知了 实际上我们看到说 在人体的发育的时候 就已经都证明了说早在这个人 如果是发育到第15周的时候 那心脏都已经非常的健全 然后每一天都会高达12加仑的血 会通过这个心脏 来在婴儿的体内来进行循环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的举足轻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说 其实虽然是由各州的州法来定 说州里面是否禁止脱胎 或者是说在婴儿在母体里面 过了多少州就禁止脱胎 但是虽然各州有各州的标准 但是大家都在关注 现在正在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所正在审理的这个案子 尽管最后要等到明年夏天的时候 才会做出最后的判决 现在仍然是处于在听证和法庭辩论的阶段 但是实际上已经有20个州 在跟着密西根州 准备一起来等待判决以后 做出一些变动 一旦密西西比州不是密西根州 密西西比州它胜诉的话 那么马上就会有12个州 就会来对他们现有的 整个的堕胎的法案进行一些的修改 其中包括像阿可斯大州 爱德河州 肯塔比州 路西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密苏里州 北达赫他州 或者是阿卡克马州 南德赫他州 田那西州 德州 所以还有八个州 他们也会重新去审视 在1973年以前 他们的州所采用的一些堕胎的 这些的法案来进行修改 总而言之 会对堕胎的时间 或者是堕胎的标准 会更加的严格 禁止堕胎的 婴儿寿命的时间 就不断地在往前推 而不是原先的26州 从我一个做数据科学的比较简单的来看这个堕胎法案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是26还是15还是20还是10的问题 因为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说 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胎儿是有生命力 或者说把它定义成为是人的话 那你当然不可以随便的把一个人给消灭 对吧 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那在Roy and Wade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方案里面定义是26州 是这个这个fitus viability 就是不知道怎么翻译 可能是生命力的意思 那那其实它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你去查英文的话的字典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胎儿离开了这个子宫还能够生存的能力 就叫做fitus viability 那我刚刚看了一下 其实有很多人做这些研究 他们会去研究说 到底几个礼拜就出来的可以存活 那你大家可以想象说 其实这个实验也不太好做 因为没有人故意的会做这件事情 那出来的话通常小孩子早产出来 通常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根据现有的数据 有点旧的数据在几年前 20-2014只有50%的这个存活率 那这是很多年前 我们可以想象 随着科学的进步 出来的这些胎儿成活的能力 一定会增强 我觉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现在引用我们现在的政府 非常的重视科学 抗疫情也要注重科学 那我觉得在堕胎的这个事情上 大家也是要尊重科学 但科学上可以有一些讨论跟争论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 就看成是一个科学问题 因为我们假设生命是 在美国是有很高很高的价值 需要保护的这样一个超过其他的权利 这种情况对吧 我不能因为我的权利 我妨碍了别人的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很乐意看到这个成为一个科学的讨论 那科学讨论当然就是需要科学家来做一些贡献 那我刚刚提到说实验很难做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26周是20几年前定出来的 现在把它改 不管是15还是20我不知道 把它改的话 我觉得是逻辑上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科学进步 这个不可能说这个成活率越来越低 一定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去改它 我个人认为是有科学性的 也是在科学上跟道义上 我觉得都是站在住脚 这个话题当然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涉及生命 在我们讲15周 22周 24周 26周 之前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精神 至少当我看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回到这个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尊重生命 这个精神不是条文 说那第几周以前没关系 就当做没生命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 这是自己内心的一个精神和价值 所以如果这一点上 大家南辕北侧 当然可以在数字上找到一个共通点 但是其实这个精神已经丧失 数字讲得非常好 在美国我们也很感恩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派能够理直气壮 得到大家支持说 自己的权益超过别人生命的权利 他最多只能去用各样的辩证来说 那不是生命 所以首先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我们心中仍然维持 这一个维护生命的权利 然后所有想要强调自己权益的 他总会想办法说 他没有影响别人的生命 还为这个来感恩 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这样 对吧 很多国家 好 别的权利 他是超过生命的权利 第二个呢 没错 不管15周 22到24 26 事实上50年前 现在科技进步 这些呢 都可以再去来讨论辩论 从各样的方式来看这个话题 其实最高大法院的角色 他们至少在保守派来讲 并不像一些激进派呢 想要把最高大法院 带领大家往哪个方向走 不是这样子 最高大法院通常应 在保守派来说是 基本上是大致反映 这个世代 大家已经定论的方向 他并不想像一些激进派说 我就是要设立这么一个潜力 以后大家都跟着 这个最高大法院 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那个其实 不是最高大法院 在司法角色上 原来有的角色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你会看见 也许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 他当然也被保守派批评很多 因为他在过去两三年 的确做了一些 让人扬起眉毛 说他在干什么的案件 不过在这件事上 目前看起来 他有可能会想办法 再找一个折衷方案 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维持 Mississippi的法律 然后也不一定会 全盘挑战 推翻1973年 Row vs.Way 他有什么样的方法 这当然就是 这些大法官的这些智慧 跟他们的上议 但我要讲的是 当中有一个走调的人物 我觉得必须拿出来 加以批评 因为他们的最高大法院 大法官的职责 是身负重任 所以当他们的表现走样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他指证出来 Justice Sonia Sotomayor 他首先 他用非常情趣化 也几乎比较不礼貌的 对他的同僚说 如果最高大法院 你们不能够维持 1973年这个判例 最高大法院可能就不能够 就不能够再存活 他意思是他的credibility 他的可信度 这个完全是他个人主观的一个投射 事实上这么一个法律判定 难道整个最高大法院 就会因为这么一个 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案件 就变成这样吗 那是他个人情绪的一个投射 而且显然有失他的一个分寸 第二个呢 就他用了这个逻辑 就比如说就把这个 培胎 把他类比刚才少阳讲到的 这个脑死的病人 这个比喻啊 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动作 那是他的一个论述的动作 这个比喻当中有多少类似多少 不合适 那有很多话就可以讲 因为一个培胎跟一个脑死的病人当中 这不是一个法律论述 所以他就不专业 第二个呢 他又根据这个脑死的病人 在法律上判定死亡 然后再把前面 他的培胎好像 一个脑死的病人 都画上一个数学等号 所以就说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所以培胎 你不能说他有生命 他这是没有生命的 这完全犯了许多类比跟逻辑的错误 我是蛮惊讶 一个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 在这种基本逻辑上是不堪理己 第三个他做了一个有失身段的事 就是他又跑去跟 Washington Post的左媒讲 他说因为他不能够说服他的 他的同僚 所以他来直接跟这些媒体沟通 他就把一个最高大法院 宪法专业考量 把他变成一个 个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动作 这完全失格 我觉得需要拿出来批判他 因为如果我们选民 选民跟生活的一个权益 才是最高大法院 最后是要根据大众的最多福利来做 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利跟立场来批判他 所以我想在这点 也是让大家说 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是身为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 认为他们是法学专家 或者被我们被迷失在各种数据论述 跟魔幻型的论述里面 别上他们的岛 因为最后的我们的心中的价值 那个精神 以及严格审判 严格审视他们的论述 和他们的这些身段是我们的权益 因为我们才是美国选民居民 美国的主人 那在这点上当然才刚刚序幕开始 我们也用祷告的心 希望美国最高大法院 在这一个将近50年的案件上 终于有个机会让大家看见 一个合适 一个修正的方向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关切这样一个高度 对大家都有影响冲击性的话题 也欣赏我们的节目内容 鼓励您按赞加入 同时转传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